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年人不该谈花的事情 所谓sex的事情 我特别爱谈 我们俩是老少入花丛啊 但是啊 你说识色二欲嘛 对吧 其实能够追求色呀 这个生活说明过得还不错 有些连时的问题都难呢 你要知道 最近香港出了一个七十多岁的 有名的香港老头又出名了 一老翁 法院判了 但是法官呢 也是一片慈善之心 就说这老人呢 真是不容易 说你要有困难 你找政府 对吧 你不要去打劫 然后他今年一月份七十多岁的老人 拿把水果刀跑到便利店 跟那个店员 那店员说 老人家你干什么呀 报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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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劫啊 赶快报警啊 报警 然后催着店员报警 那店员只好报警 所以我警察来 后来老头说呢 我没饭吃了 我领中原的 后来中原好像给停了 我没饭吃 所以我打劫 我监狱里一天管三顿饭 我上监狱吃饭去 他实际是想进养老院 我最近对这个养老院呢 有一些这个思考 看的我也挺心酸的 最近有一个日本NHK电视台 拍的一个纪录片三集 叫激流中国 我跟你说 日本人拍中国题材这个纪录片拍的非常好 其中有一集 就是讲现在青岛啊 建这个养老院 花几个亿啊 建养老院 他就说 因为中国社会啊 现在变化太快了 过去中国人有这个 赡养老人 子女和老人一起住的这个习惯 但是现在这个社会的变形啊 使得很多孩子出于各种原因 不得不把老人送去养老院 我跟你看这么两段 咱们日本NHK电视台这个好纪录片 中国晋太尔的老人房 83岁の男性が 部屋で倒れているのが見つかりました 心臓発作です 连接收拾 散民主联版 丈迅客之家族 士党公 knowledge 渡历医 Iz DOM 我的男性曾經女 Hein realized 三年前老人ホームに入居しました 家族にみ取られる事のない最後でした 一个老先生自己单独一步 接着就心脏病复化 恐怕现在已经处死了吧 想到这一点还挺可怕的 你也跟我过来一会儿 就跟一张的急性就死了 到后子女倒是觉得难过一阵 但是没有什么累赘 你像我看到这个 我们可能年龄不同成功 感受 我看这个我就会想起我的父母亲 就说是吧 你看到爸爸妈妈垂垂老矣的时候 那个心真的揪着 可是现在刚文涛也讲到一个的确很大的问题 就是大家的生活作息已经不是一个步调了 然后接触的外面所有的资讯也不是一个步调 你像养老院院长就说 早几年的时候 谁家把老人送养老院 那就是被人戳几两骨的 你就不孝之子 怎么把老人扔养老院去 他说他这几年 人们的观念就改变了 越来越多的好像出于种种原因 但是你像这里头有一对老人还说 你这世界上还有这么不孝的孩子 我就是还说 说我们为什么到养老院呢 我们那孩子叫啃老族 把我们存的钱全花光了 把我们住的房子他也给占了 最后嫌我们俩影响他的生活了 于是说爸爸妈妈 我把你们送养老院去吧 就这种 沈公你身边是不是也有这种现象 当然也有了 我特别注意到的是 我自己已经要进到这个境地上去了 我今年76了 你可真像不像76 你像56 我现在今天要做到的 我觉得就我们老人来说 有一条也是可以做到的 我现在觉得 我们要熟悉年轻人的那套东西 他们的词儿 他们的思想 我都要学习吧 你觉得这样可以防老吗 不是养儿防老 现在是信息防老 那当然可以 这样我也跟孙子讲话的时候 可以说说什么PK什么了 谁会有什么了 他们讲的我也能听得懂了 但沈公 我想好奇的请教您一下 您有没有自己想说 有一天我自己要去住 这个所谓的安养中心老人院 因为我怕给我的孩子们造成困扰 像我的父母就会这样 可是爸爸妈妈 其实他们的心里不愿意离开你的 可是他也觉得我要体谅你 我故意要不跟你住 对 这种老人也是 而且他很多 你比如说一个老人 你想象到没有 他将要进养老院的时候 他的心情 挣扎 其实像个孩子一样 对他来讲 就像咱们开学 去一个新的地方 然后集体的伙食 集体吃饭 就你吃的东西 你也不知道 我发现老人 他倒不是讲穿讲住 他很多时候 我听我爸爸妈妈说换个生活地方 主要是讲 那吃不吃的惯 沈公 你觉得老年人的饮食习惯 吃有什么特点 老年人是越来越固执了 比如说我爸 我现在就想吃 我小的时候吃过的东西 回去了 老小 我在北京待了五六十年了 可是现在北京的东西也不习惯了 我回到我的江南的地方了 我最发愁的是这个北京 现在是有一条是很悲哀的事情了 我这个宁波人出身的北京几乎没有一家宁波饭馆了 最多有上海饭馆 没有宁波饭馆 那您好像是很少在家吃饭嘛 对对对 为什么 所以我当然了 我现在没有一个特殊情况 我尽管七十六 我特别不愿意在公共汽车上人家跟我让座 我想你怎么能看得出我七十六 我不三十六吗 对对对 所以为了老人的心理 我们以后不应该给老人让座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像最近也有说养老院 有那种非法养老院 到现在这个新闻没有再见到更新的东西 所以你也不知道它到底是真是假 但是报纸上曾经登过这么一个版的 网上有这么一版的照片 这一天也待不下去了 就说一个在一个非法养老院里工作的人 看见养老院这么虐待老人 你看那照片 把老人绑在床上 把老人绑在马桶上 他就最后他不干了 他说良心不安 当然这个事情据说是正在调查 就是说呀 你比如说这个老人他去了这个养老院之后啊 我就觉得他咱们想的啊 主要是心情上会不会有一种被离弃 被遗弃的这种感觉呢 我也说实话 我对刚才这个 安养院老人院 我有一点想法 我觉得不能够全说成是不好的 虐待啊什么啊 这个老人到了一定的时候 假如没有完全摄取自己的知觉了 是有一点 麻烦的 有点麻烦 所以我最近 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医务界的朋友 他最近在忙着呼吁这个 我很赞成 呼吁安乐死 我觉得到中国是可以考虑 当然非常不适合中国过情了 特别到了 那是 可是呢 就像我这样的处境来说呢 我想到了一干 到了一个时候 我已经 我的行为已经变成一个很累赘的那个时候 变成人家的累赘的时候啊 这个 我倒觉得这是一种考虑 哎呀 有时候啊 这个就老人说起这个 就是子女啊 心里特别难受 您觉得有没有这个 怕病 怕死 这种情绪呢 那当然有了 所以呢 像我这样 还可以活动的时候 我是现在尽量享受人生呢 这个 我是享受人生到了 即使这时候该及时行乐 您不是已经揭发了我了吧 我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了 这享受人生 其实我觉得不只是审公这个年纪 像我我也会 我已经开始了解到就是将来我晚年 因为我没有结婚嘛 我没有小孩嘛 那我也不希望将来 如果说真的有一天我病了 然后我的家人 他们要花费这么多的心力 在旁边照顾你 所以我现在其实做的一件努力的事情 就是我去买医疗保险 然后现在还有一个叫特别护士险 就是说以后将来我要有尊严的 我必须要住院的时候 我会有一个特别漂亮的护士 在我旁边帮我做这些事 而不是要我熟悉的家人 看到你真的很很 这个不干净 或者是很脆弱的时候 你应该找个那个帅哥男护士 他们现在不给呀 豆腐先生你不知道啊 我现在最害怕的 我们街上的标语口号啊 有一条标语是我非常害怕的 什么呀 您简直想不到 是什么呀 奥中会倒计时还有多少天 我看见倒计时这三个字我就紧张啊 我就想了一下我的倒计时究竟是多少天呢 这个这个东西真是 我跟你说 他真是没为老年人选 我告诉你好些事 你比如年轻人 你不能跟老年人提这个 因为他呀 也想你比如说有有一个老人 还是个老知识分子 活了九十多岁 跟我一个朋友就讲 我那个朋友也五十多了 他就说呀 你的日子是按年算的 我的日子已经是按分钟算了 你明白吗 他他实际他有这种感觉 而且你想到没有 作为老老年人 有时候咱们很难理解 老越老叫越少 睡觉啊越少 醒的早 凌晨两三点三四点 睁开眼睛 一看天还黑着 在躺床上等天亮 这等的这时候 你别看他妄性大 小的时候的事情 像过电影一样 刷刷刷就在脑子里 你就我就经常在想 我父母亲在睡不着的时候 他们在床上 在想什么 在在聊什么 在说什么 有的人想起这些啊 心里就是不是很舒服 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的老人家的心态 就是应该要建设 像沈公就说很好 我就特别珍惜 我在跟我孙子一起的时间 我就把每一分钟时间 通常是都快乐的过 然后我会事先 像我现在已经开始半年写遗嘱 我每半年就改一次遗嘱 对不对 真是提前防老 这样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现在很多 要不说中国社会转型啊 好多问题 比如一个老太太 看上去挺有文化的老太太 他养了三个孩子 本来他愿意跟孩子住一起 可是呢 儿子在北京开公司 嗯 那就不可能了 嗯 那么女儿这边呢 女儿和呃 呃 吓人了 女婿 对 都特别忙 而且也有他们的家庭负担 实际上跟老年人真住在一起 反倒给老年的心理啊 添加很多不愉快 所以在这种两男的心境下 女儿给老人找养老院送 哎呀 我就觉得最后啊 这个女儿把老人送到养老院离开的那一幕 看的我们也是很有感触 我们再看一下 ここが父さんの部屋です 置かれているのは備え付けのベッドとテレビだけです 那我要回去了 然后 我走了 你小心的自己 多在意这几天 嗯 我都亏了你了 我现在得了你的剧了 我得好贵 妈妈一定要好好 一定要好好 我就是为了你们鼓舞 我才这么坚强 好啊 是吗 好好的过 好好的过 到这来之后 若如你的心 新篇章 你们好 就是我就更有信心 我特别特别的 那个什么 好好的 施主也信心成功了 对对对 我走了 好 我回去 我走了啊 妈妈 秀源秀源真是 万爱哭 看着都哭了 看见你 你是看见刚才那老太太跟女儿抱在一起 哎呀 真是 我想到我爸爸跟我妈妈 你爸爸妈妈怎么了 不是 我想到 如果在我爸爸已经过世了 但是我妈妈现在很好 可是有一天如果 真的他 要是离开我 我也会难过 哎 这怎么说呢 我觉得这个父母亲啊 老是为什么引起我们的这种感情啊 都是特别难过的 我 舍不得啦 其实人就是这样 我觉得很多的时候 就是你其实并不是说你怕死 因为你不知道死是怎么回事 那你也不是说怕一些病痛 因为病痛 其实刀割一下也就过了 他是那种情感上的舍不得 我就是要离开你了 我舍不得我不能离开你 我觉得那个情是最重要的 而且就老觉得吧 你怎么着都算不孝的 就是因为我们的父母这一辈 他的这个 他们的这种传统啊 他是一辈子不要他自己的生活的 一辈子都放在你身上 你现在你怎么说你都觉得你自私 你你你能回家去看多多看一次 你会回去吗 对吧 你能多打一个电话 你多打了吗 你知道你你你 这个就作为年轻人来讲 好像老是心里 而且现在连讲话都没耐心 我就觉得 哎现在这些孩子真是该打 就老人来说呢 像我们这种心态 当给成为孩子的负担了以后 而又不能安了死呢 还是去养老院好 你倒是同觉得 我们觉得去养老院好像很凄凉的感觉 那我这样 那你何必呢 你已经对孩子毫无注意了 你对他已经丝毫起不到任何作用了 比如说我现在 但这个时候是不是你需要孩子来帮你的时候呢 那不是请养老院的护工帮也挺好 文涛你就知道那个沈公 这就是爸爸妈妈的心态 他就是不要成为你的负担 所以即使他心里很需要儿女 但是他也会把儿女的利益 放在第一优先为了孩子为了孙子为了下一代 我可以做任何的牺牲 我一辈子都这样过来了 我何必在乎这短短几年 为了下一代 与其说下一代还不如说 让下一代更好的去照顾 更下的一代 这是父母的最大愿望 我是觉得 很拿两千 我觉得咱们 咱们这个父母亲这一辈真是牺牲 伟大 我有时候想起来就老觉得这些 不是这种牺牲到底对不对 好不好 我还不知道 可是我觉得就是一代人的 你好像我 我现在觉得我可以以自我为中心了 我到老了 也可以像学习审功 我有我自己的生活 是吧 我这辈子不缺什么 就过得很满意 可是我老想起你说父母亲 有时候你说咱们在外边吃点什么好的 你就想 哎呦 他们一辈子也没吃过这么大鱼大肉的东西 你就觉得一辈子就寒心如苦的 把孩子抚养成人 太亏了吧 我为什么想到父母老觉得心酸 就是因为按我的标准看 我老觉得就是这一代人太牺牲太大了 所以我觉得 就是老年人来想到最主要想到下一代 假如我临终的时候我能够听到我的第三代考取了清华大学 那我就安然而去 我觉得对我照顾的很周到 不必要亲自到床上来 他能照顾第三代 能够让他功课 能够去到名校去念书 就死 这真是 就作与天下父母心 父母心 父母亲的爸爸妈妈都这样 真是 所以我就说 咱们可以看看这段片子的结尾 也是让人感觉意味深长 我们来看一下 明天怎么样 不知道 没有遇到过 想不到这些 这个 形势发展的快 再就是这些年的变化 其实中国社会几千年都没有这么大的变化 就在这几十年里头实现了 其实没想过 原来老了是不一样 我说我们这一代吧 就是 创造了中国老龄社会的 这个创造经验的一方 是不是自己都经历一下 2030年には 中国の高齢者は 3億人を突破すると 見られています 人类史上 稀に見るスピードで 高齢化は進んでいます